大家好我是九指玩摩阿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魂WAVE商店限定 SH FIGUITAS真骨雕製法 CAMMAN RIDER OATS KATAKIRIPA COMBO 敲堂皇重聯組 經過TATOBA的破爛細節塗裝 與一隻手貴死人暗殼的硬幣措置後 真骨雕OATS系列的名聲幾乎已經湊到了可以說是真骨雕之尺的地步 尤其是真骨票如日中天的時候 但魂商店的蟲與貓聯組開訂卻不是秒殺等級 就可以猜想OATS系列現在有多髒 也因此真骨雕鳥聯組他是翅膀與腳爪換件直接給 而非外掛另賣 甚至萬代皇帝親自下來操刀市場飢餓行銷 惡道 讓大家相信鳥聯組肯定是他媽一神物 以往這種等級的認真跟市場噱頭只會出現在新系列開潮的第一隻而已 但這次卻罕見出現在了明明可以分兩次賣的鳥聯組上 由此可見萬代這垃圾公司為了繼續兼用其他聯組賣錢 試圖挽回真骨雕OATS系列在市場上定位的一個決心 是很強烈的 雖然垃圾公司欠罵 但這支台灣被延起一個月的重聯組 其實也還是不錯的 雖然不像SIC有那麼華麗的一個覺醒配件 但這支附上了螳螂的手刀 以及相當稀有的一個蝗蟲腳的變形配件 都算是蠻讓人耳目一新的 其次的配件則有握武器的手 捏硬幣的手 帶有一點螳螂拳架式的平手 以及專門拿來握變身器健身環的手 本體方面雖然TATO8被罵慘 但原屬於TATO8舊有的配件其實沒有多大的改善 不過屬於重聯組的新零件 倒是表現得都不錯 尤其是不管是金屬塗裝還是亮面塗裝都很搶眼 加上風雲的體態與重聯組比起同系列相對帥的外型 這支視覺上是蠻有看頭的 敲行蟲頭的表現呢 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金屬質感與複眼都相當的搶眼 尤其是他這個 腳中間的這一個形象呢 也有刻畫出來 臉部的線條呢也還蠻細緻的 不會像舊SHF一樣會有 墨線擠在一起的狀態 胸口的環狀標誌也很帥 塗裝看不出太大的缺陷 腰帶的零件跟TATO8是一樣的 不過這一套硬幣是只附了一組 所以說基本上 裝進去之後就不要再拔出來 因為掉了 真的會找不到 變身器同樣跟劇中一樣有一個 旋轉的機制 腰帶旁的這一個 裝硬幣的這一個 是純裝式沒有開啟的功能 變身器的部分可以直接拆卸 並且可以搭配專屬的手勢握在手上 讓玩家可以擺出變身動作 之前被罵很慘的這個 腰帶太過粗糙的一個問題呢 也照樣是沿用下來了 便帶沒有一個開心魔的動作 所以這個腰帶還是一樣醜 可是他這一次呢有 加了一個金屬塗裝 所以比較亮 這樣比對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雖然說箭頭還是一樣醜 但是叢聯組是亮色的一個塗裝 而且我很強烈的懷疑TATO8再版的目的就是為了把這個腰帶的顏色給換掉 也就是說到時候 如果真的換掉了 對買出版的玩家來說就很靠北 螳螂手的收納型態就已經蠻帥的 不過他這一個漆面有一點點黏 所以要小心灰塵 雙腿跟TATO8就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那粗粗醜醜的墨線呢 依然鼓 然後整個歐瓷系列的通病呢 就是背後都超級速的 速到一個跟前面 完全哥哥不入的地步 然後這次同樣呢有 1 2 3 3個部位的一個對拆結構 所以也可以跟之前的TATO8自行組成各種的牙軸 螳螂雙刀呢是單純的把手軸上的零件拆掉之後 然後換一個新的零件握在手上 當然你也可以不按設定把兩個刀片都裝上 這樣子其實會更帥 蝗蟲腳呢則是單純的把腳踝拔下來 然後再換上替換件 變換之後呢雖然說只換了兩個零件 但是有感覺的出造型上的變化算是還不錯 那當然這型態呢是無法自行站立的 必須要靠支架 那當然呢我又要碎唸了 做了一個無法站立的商品卻不付支架 你馬的萬代靠魂商店這個管道省了多少成本 沒有反應在定價上也就罷了 連他媽基本的支架這樣子的誠意都不給 所以說呢商人的本質呢就是沒良心 你別期待他們 溫良工減讓 喔對了他們是很賤沒錯 那就趁著這個機會呢 我剛好介紹一下教各位做一個簡易的支架 就是你去五金百貨買這個東西叫做壓接端子 然後 這一個呢是叫鋁線 你湊齊這兩個東西之後呢把它調成你要的長度 然後把它夾死 之後呢你就把它插進 角色的 任何身上可以 連接的孔隙就行了 這樣插進去 那其實你也不要擔心會傷到本體啦 你不要長時間的讓他浮空只用這個地方在撐著身體的話對塑膠就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當然你裝的時候也要小心你如果感覺到有磨擦太嚴重的話 那自己就要 去做調整 這樣子 就會變成他角色上的一個 第三隻腳 那這樣 三點一線呢他就可以把整個叢聯組就算是 拐杖形態 也能夠撐起來 而且這個簡易的第三隻腳呢成本連一塊錢都不到 所以你可以做個30隻 50隻100隻給你的所有SHF 甚至所有的6吋 背後都加一個第三隻腳 這樣子呢如果地震來的時候呢基本上就可以有一個 比較穩固的 支撐 再來是比較的部分 跟雜色的Tuttle 8比起來呢 叢聯組統一配色 是看起來順眼比較多 而且這麼多年來一直沒有注意到就是原來叢聯組他這一圈外環的金色是不完整的 那當然背後都竖的是在哈囉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真骨掉AOS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快速帶過就好了 肩膀上台 手臂二重關節 上完平面迴旋 手腕是勒轉輪 然後這隻呢有一個實驗性質很重的關節就是他的手肘二重關節的中間有一個 設計了一個旋轉關節 這個關節呢 因為沒有太大的用處 畢竟上完平面迴旋是自由的 這個關節本身沒有太大的用處 但是這樣子的分割件呢你在 凹手肘的時候就會很明顯感覺到這個分割件的部分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這個 旋轉零件呢 它非但在可動上沒有意義 但是它卻對一個整體關節強度產生了一個容易斷裂的負擔 大家都知道真骨掉一系列一直有一個隱憂就是手肘關節容易碎裂的問題 包含carbudo包含the end的這些角色都會碎裂 那你奧茨呢甚至還特別設計了一個 更脆弱的關節撞在手肘上 我其實不太理解這個關節的設計目的是這 他的肩膀關節呢就是單純的球關所以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拉出式 所以他的 肩膀前台就是這樣子 脖子就是二重關節所以 左右旋轉 再來前仰後凹都沒有問題 腹部同樣是二重關節所以前 後 都ok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這個腰帶是獨立分件 所以也不會卡可動 再來左右扭旋轉 都沒有問題 髖關節沒有下拉只有大腿平面迴旋 然後各位可以注意到他這個三角褲這一段跟他這一邊的這個綠色這一塊是分件 所以說他的一個上台可動不只你視線看到的這麼大而已 他的這個分件呢還能再讓他的可動往上一點點 再來膝蓋 二重關節 然後在 大腿上台的情況之下呢照樣可以大腿平面迴旋 然後這個膝蓋二重關節同樣跟手肘一樣有一個所謂的 追加的一個旋轉的功能 但是這個旋轉功能一樣他的一個意義不明 但是他也對這個膝關節在扭的時候產生了一個 額外的負擔 那我本來以為這兩個關節呢都是用在換裝上 但是現在看起來這樣的關節跟換裝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他真的是一個試驗性質而且 我目前為止完全感受不出用處的一個關節 這隻腳踝呢完全就是一個教科書等級的模範 他是一個單純的插銷往 小腿裡面插 然後再來就是他上下可動 都是正常的 再來他照樣有左右的一個可動 然後腳掌可動 也就是說他的一個 腳踝接地可以凹成這樣子 非常漂亮 而且 不會干擾到一個 站立強度的一個設計 所以他的大腿 近乎劈腿 然後他的腳踝接地呢 也可以對應這個劈腿 再來就是 高貴姿 基本也沒有問題 黃蟲腳可動的部分呢 他連接腳踝的部分是一個球關 所以他的關節大概就是上下扭 跟左右接地 旋轉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總之呢 除了無法自行站立 還不給支架外 這隻本身呢算是不錯的東西 只是叢聯組雖然號稱最燒經費 而且是最強的聯組 但是他的地位呢 在劇中也的確不及 鳥跟恐龍 所以叢聯組呢 就不是真骨雕歐茲系列的最強打 但也因為不是最主打 所以外型帥 好入手 價格正常 這幾點上呢 叢聯組有相對不錯的優勢 所以玩家呢 可以從自己的收藏方針來考量 決定要不要入手這一隻 以上就是本次SHF 真骨雕製法 假面騎士 敲堂皇叢聯組的介紹 詳細的圖文說明 請點擊下方的圖文網址 喜歡阿姆維的文章 請訂閱阿姆維的玩具部 阿姆維的玩具部 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見 拜拜 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